因為要錄 所以以後你們才可以看這樣 超老師一系列的MSDM 邊做邊學 是非常的精彩喔 我相信全台灣應該沒有人把 可能Apple Windows的技術可以講得這麼細節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 享受一下下午的技術饗宴 尤其是那一位不寫程式的人 我聽化學系是個意外 就是填錯志願 二B鉛筆畫錯一格就做化學系 沒有辦法 因為在那邊找到我的老婆 所以算是有一點收穫 化學是什麼會搞不太清楚 剛好我們學長也有來 不知道他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好了 今天我們分成兩個場試 第一個場試先介紹一下肯內他的攝影機 他有兩個攝影機 一個是那個叫做深度攝影機 用往外線做的 所以他可以判斷距離、顏色這些東西 那第二場我要介紹的是那個骨架 他從這些資料可以幫你去分辨出你的手腕 你的手肘在什麼地方 會有座標給你 他可以做一些應用這樣 好所以這場先介紹就是 第一個如果你想開發肯內應用程式的話 你需要哪些東西 硬體、軟體 你在裝什麼東西 怎麼安裝過程 我跟他講 然後就開始教各位怎麼樣寫 第一行肯內的程式 就類似Hello World這樣 所以你要先搜那個影片出來 可以秀得出來 然後分別介紹一下 彩色影像跟深度影像 我們在初始化的時候 其實他有不同的參數可以用 比如你可以600、400、180、300、200 有不同的解析度 不同的影像的格式 像什麼AR、G、B、不同的顏色 那比較複雜的 我覺得是深度的處理的部分 就是他是透過紅外線去偵測你的距離 所以你要怎麼去算出那個距離 從而去做一些應用 這邊會彈 那肯內他也有麥克風在裡面 所以可以錄聲音 除了可以錄聲音之外 他也可以辨識你的聲音的方位 所以如果說你要防盜其實也不錯 如果晚上沒有燈光的話 他拍不到什麼鬼 他至少會聽到聲音 所以國外我有看過辨識聲音 他下面自己做馬達 所以聲音在這邊馬達就轉過去 就發射飛彈了 這個還是沒有去的 好啦 那肯內就是這樣這樣 大家知道 各位看到這個上面有三個眼睛對不對 中間那個眼睛就是一個彩色的攝影機 RGP的攝影機 那左右兩個呢 一個是紅外線發射器 一個是紅外線的接受器 發射器應該是左 你們看到頭影的左邊那一個 比較遠的那一個 他會發射 就是那個設備上會有個紅紅的點 會打那個紅外線的光出來 然後呢 另外一邊的那個攝影機 就是用來接受那個反射回來的訊息的 然後去算他的那個距離這樣 然後呢 下面那個底座他有個馬達 這個馬達可以做那個垂直的那個移動 就是可以做仰角的調整就對了 但他還不能左右 可能左右加下去成本就不只3000塊了 我還蠻期待他有左右的 就可以追蹤人有沒有 就不用自己做馬達 然後呢 他下面有一排麥克風 有四個麥克風 平均在下面那一排上面 所以他是一個麥克風陣列 那也因為他有四個麥克風 才可以偵測你的位置 那他錄出來的聲音也蠻清晰的 好 那Knight呢 他裡面呢 有一些晶片會幫你收這些資訊出來 那他總共有三種資料 你可以透過USB的這個接收線去收到 一個是彩色的訊息 一個是深度的訊息 一個是聲音 那這三個東西是同時送進來的 當然我們現在寫成室的時候 你可以跟他講說 我只要聲音的串流就好 其他我不管你這樣 那他還是會送 只是說你不收這樣而已 所以他總共有這三個 好 那這個大概您看到 剛剛有稍微解釋一下他的硬體 那紅外線的部分呢 他不是有一個接收紅外線訊息的攝影機嗎 那是一個CMOS攝影機 所以呢 由於他是紅外線的 那紅外線會有些特色在 所以如果說他打到的那個平面 他沒有辦法反射紅外線的話 那就沒辦法精確去偵測出他的距離 譬如說他如果打到的是一面鏡子 或打到的是一面玻璃 這一類的 或者水 那個距離的判斷就會錯誤 當然人不可能變水 所以這個人體就是還OK 好 那這個是肯內的規格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就好 那那個彩色的解析度不只640480 那我這邊列640480的意思是 你640480可以達到每秒30個畫面 就如果你要比較順的話呢 只要用這個解析度以下的都可以 那如果你用1000多乘1000多的話 就會比較慢 那深度的部分呢 他的這個解析度是320x240 也是一樣 為了每秒30個畫面 所以他最多是320x240 好 好 好了 我們開始開發環境 首先呢 目前的SDK只支援Windows 7 以後他也是只有Windows 7以後的作業行動 XP、Vista都不行 那麼你可以用X86或64的Windows 7都可以 那因為他的驅動程式有兩個版本 有32跟64位元都可以算 這樣 不過他SDK目前是32位元的 那硬體的部分呢 因為他是處理你這樣算嘛 一個640x480的彩色影像 全彩的畫面 每秒30個畫面送到你的電腦來做運算 你就知道那個運算能力要稍微高一點 所以小筆電絕對不可以 會有點慢 等到辨識完那個小偷就走了 會來不慘 那記憶要夠大 大概2G就夠了 那麼顯示卡其實有顯示卡就好了 只是說如果說今天你是配合像WPF啊 做一些3D效果呈現的話 如果你還要貼材質幹嘛 那當然顯示卡要好一些這樣 然後再來用一個感應器 然後這個感應器 你記得他那個接頭 原本建在XBOX360上那個接頭 XBOX360供電的那個伏特數 好像比較大 但是電腦的USB好像只有5伏特還是幾伏特 所以供電會不足 所以你務必要去升出一個轉接頭 就是一個頭接USB 一個頭接外接電源 OK 這個轉線60可以去看 去找來買 才可以用 那開發的話 首先你要一套Visual Studio2010專業版就可以了 然後呢 這邊用的是大內服用的4.0 然後我這個投影片上面 都有那個黃色的線有沒有 它就超連結 你到時候拿到投影片去點 就可以連到那個原廠的網站 去下載那些SDK 那就有64位元跟30位元可以下載 所以其實你只要裝前三個就可以了 那在SDK裡面會有一些範例 就是一些寫好的 這個C sharp或C sharp這樣的範例 你可以拿來讓讓看 那麼它其中一個範例叫Skeletal Viewer 就是做那個骨架的展示 那個範例需要額外裝兩個東西 那兩個 那另外呢 如果說你想要玩一下那個語音辨識的話 但是 現在語音辨識怎麼 我看到那SDK裡面只有英文的 但是我聽有一個老師講 他說他有用過中文的 我沒試過就是了 所以語音辨識就是說 譬如說你說關機 電腦就關機這樣 那這個部分不屬於Connect的範圍 它是屬於Windows 7裡面 有一個Speech的API 另外下載就可以了 好啦 那裝SDK那套軟體 你去用程式的時候 第一個 請你不要裝感應器 不要開Visual Studio 就很乾淨的Windows 就不要開任何軟體 然後開始裝那個SDK 好 那麼裝完之後 一定要重新開機 它會在系統裡面 產生一個環境變數 就是下面那個 MSR-Connect MSR-Connect 這個環境變數 那那個環境變數 會指向C的Program File 就是你的SDK的路徑 到時候編譯的時候 會用到它 好 那SDK裝完之後 你就把USB插上去 然後供電正常 它就會開始偵測應器 會安裝驅動程式這樣 那整個驅動程式裝完之後 你可以把那個裝置管理員打開 會看到右上角那些資訊 它總共有四個設備 其中有 最下面那個是那個Audio 就是它的那個麥克風 然後上面你會看到 會有一個Camera 還有另外兩個東西這樣 好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可能也那個 畫面上會 那個攝影機 其中最左邊那個 就是紅外線 會亮成紅燈 就它開始運作 那中間有一個綠燈 代表Online 這樣子 好這樣就可以完了 好這樣都完成了 那麼由於這個SDK呢 現在還在Beta 那Beta的東西當然就是 能夠Function能夠動就好 所以它不是非常的完整 就是了 所以有些寫一些程式的時候 會稍微複雜一點點 所以你可以使用CodeInfo 放這一組 Connect的韓式固 那個Toolkit 它是在CodePlex裡面會有 然後你把它下載下來 它可以把Connect的一些程式碼 把它簡化 譬如我原本我要做三行程式碼 我這麼就寫一行就好了 還很簡單 那它有附兩個版本 一個是當你寫WP不要用的版本 一個是寫Windows Form 視窗程式要用的版本 就這兩個版本 好那就可以下載 所以待會我程式裡面會用到這個東西 好啦 那可能你在寫程式首先要建一個專案 就建一個Vitual Studio的專案 不管你是WPF還是Windows Form 那麼專案一定要是X86的 因為那些韓式庫 就上一頁那個DL檔都是X86版本的 不是64會員的 這目前因為是Beta的關係 以後應該會有64的 好那你就加入這個韓式庫 就是這個DL檔 所以整個STK韓式庫就在這個DL檔裡面 好那在寫程式的時候 你的用的一些類別 就在這兩個空間 其中NUI是有關像骨架 像影像 深度資訊的那些類別 就放在這個NUI裡面 那有關錄音的 就放在Audio裡面 大概這幾個 好啦那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寫程式了 那麼Kernel這個攝影機 會不斷的去送三個串流到底的程式來 那我們用的是那一組Kernel SDK 所以我把簡稱叫做NUI Library 就是自然界面的一個Library 那這Library會不斷接收這個串流 然後呢我們透過Library的一些方法 或者事件去擷取這些資訊出來這樣子 好啦那這張圖呢 是整個Kernel的一個架構 其中 第一個部分就是我分成上 中下三個部分 最下面那個部分呢是什麼 是硬體 就像USB 馬達 他的麥克風這些東西 剛剛提過了 中間那一塊呢 就是SDK 就是這樣 對 所以包含的就是你裝的驅動程式會在裡面 然後還有一些串流控制器啊 影像串流控制器都在這個地方 然後你使用的API 韓式庫呢在左上角 那個NUI API 就是你的韓式庫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 那右邊呢會有看到灰色部分 灰色部分呢是Windows7內建的 不是說內建啦 Windows7的功能 像剛剛講的語音辨識 所以它不屬於SDK有的 所以你要另外裝喔 如果你知道玩語音辨識的話 要另外去裝那個Speech 好 再繼續 好啦那NUI的API怎麼用呢 第一個首先你需要用到一個類別 叫Rowntime 這個Rowntime會初始化一台Connect的機器 所以如果說你有接兩台Connect的機器的話 就要New兩個Rowntime物件出來 好 所以這是我的第一行 好 那Rowntime物件裡面會有很多的方法 屬性 事件 都會有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NUI這個變數的事件 屬性的方法去截取資料 做一些處理 那等到你用完要把它關掉 就叫Initialize就可以了 就把它消檔掉這樣子 好這樣就完成了 那問題是如果說你有兩台Connect的機器的時候 這個第一行沒辦法辨認是哪一台 它會隨便找一台 OK 不是按照你X的順序 反正它就隨便找一台就對了 所以你必須要能夠初始化某一台 好 所以有個方法可以做 在SDK裡面有一個類別叫Device Device裡面有個屬性叫Count C-O-U-N-T 就是目前你有接到的Connect的機器有幾個 所以這個Connect如果是1就只有一台 所以如果說有2的話代表有兩台 那麼這兩台的編號就分別是0跟1 0跟1 所以將來如果說你要去初始化某一台Connect的話 一樣是用Rom Time的什麼物件 在New的時候 在初始化的時候就帶那個Index進去就好了 帶0或帶1這樣 就可以初始化某一個設備上去這樣 那兩個機器接上去的時候 一旦某一台機器被變成0號 另外一台是1號的話它就不會變 它不會每次都跳來跳去 它就固定了這樣子 好啦 那整個NUI API它是用什麼 用Multiple Pipeline的方式 就它有三個管線 三個串流啦 那你要去跟它講說我要用哪一種串流 那怎麼做呢 剛剛不是可以New那個Rom Time物件嗎 就在這個做New的時候 New完之後不是要做一個動作叫做Initialize 一個初始化對不對 在Initialize裡面可以加一個參數 加一些參數啦 就是說你想初始化哪些串流可以在裡面寫 其中你可以加一個參數呢 我們把它叫做Rom Time Options 它是個列舉 你可以點 然後裡面就很多選項可以選 大概有這四個比較主要的 一個叫Use Color 就是我要抓彩色的影像 那Use Deep就是要抓深度的影像 那另外一個比較長的 那個叫Use Deep and Player Index 也是抓深度影像 但差別在於 那個畫面傳過來是深度資料 就是每一個點相對於可內的距離之外 它那個每一個點上面的資料 除了那個距離 還會有什麼 還有玩家的編號 就打到哪個人啊 打到0號這個人還是1號那個人 1號那個人 1號那個人 2號那個人 3號那個人 所以我在整張畫面上可以知道 這個地方是一個人 那地方是一個人 這個地方不是人這樣 OK 這個叫做Use Deep and Player Index 一樣都是同一個畫面 但是那個資料結構不同 那如果說你要追蹤骨架 就像什麼頭啊 脖子的位置 那個肩膀的位置這些 你就用最後一個 叫Use Skeletal Tracking 那這些可以加在一起的喔 你可以用All把它加在一起 比如說我同時要Color 又同時要用那個Skeletal Tracking 你就把兩個加起來就可以了 你可以同時出實畫 所以你可以一次抓四個 但是中間這兩個只能選一個喔 好不好 就純深度的 還是要包含玩家的編號 這兩個選一個 好啦那我們看一下彩色喔 那彩色影像是這樣 它每次傳過來都是一張一張的畫面 我把它叫做Frame 我中文不知道怎麼翻 我只會翻個畫格啦 就是一頁的畫面 比如640、480 一張圖這樣子 但是它傳過來這張圖 是一個我們叫做原始格式的圖 就是不是GIF 不是JPG 也不是BIMMAP 都不是 一般的圖片不都有標頭嗎 比如JPG 會有JPG的標頭嗎 它這個傳過來的Frame 是沒標頭的 它的第一個byte就是什麼 就是資料 就是第一個點的資料 所以它是沒標頭 一個純的資料 所以你看如果一個點 一個像素 是四個byte的話 那就乘以640再乘480 就整個size 實際上就是一個陣列 一個byte的陣列 就對了 好啦 那剛剛我們在講 初始話的時候 並沒有講到解析度這件事情 對不對 只有講到說 我還用彩色影像 或者深度影像 所以我們後面還要做一件事情 是要跟它講 我要開這個串流的時候 請你用哪一種解析度給我 所以你要跟它 第一個解析度 有640、480 還有這影像的格式 是ARGB呢 還是其他不同的編碼方式 然後另外一個是緩中序數量 緩中序我待會跟你們講 什麼叫緩中序 緩中序是這樣 假設每秒送30個畫面回來 它就一直送 那萬一你來不及處理那個畫面的時候 那個資料就會不見了 所以它中間可以放個buffer 一般我們在寫網路程式 或者是有關影像處理 都會有buffer 就類似我們做分頁那種感覺 所以那個buffer 最多可以四個buffer 所以它可以去buffer 四個frame 四個畫面 就萬一你來不及處理的時候 那一般來講 只要電腦夠快 應該兩個buffer就夠了 所以我從頭到尾只用過兩個 你也可以用四個 但記得喔 只要變四個buffer 你要多少記憶體自己去算 就再乘以 就四乘以 六百四乘四百 要乘以四個buffer這樣 要這麼多記憶體 好啦 好勒 好啦 那影像呢 除了解析度之外 再來就是它的品質 Quality 這個Quality指的就是說 可能在把這個彩色影像 送到電腦的時候 要不要先壓縮好再送過來 你這樣想 如果它壓縮好再送過來 傳輸的量就比較小了 速度是不是就比較快 所以如果你要達到每秒30個畫面的話 就不需要讓它用壓縮這種格式 這叫一般品質 那由於它是做壓縮的 所以那個品質就會降低 就比較不是那麼的漂亮就對了 還好我覺得還好 差不多 那你也可以用高品質的 就是完全不壓縮 直接送到電腦裡面來 那每秒只能15個畫面這樣子 那也因為這樣它會變慢 所以剛剛講那個緩衝區呢 你就可以弄到4個畫面去 比較保險 那一般講真的 我們主要不是拿它來照漂亮的臉嗎 是為了讓它偵測骨架 有沒有 你的動作嗎 所以其實解析度啊 還有這個品質 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除非你要錄影 或是你要照什麼畫面 才需要這個 好 剛剛講的是解析度 還有要不要壓縮 影像品質 再來是影像的格式 那大概有兩種比較主要的 那一般我們處理電腦的話 比較喜歡用上面那種叫RGB嘛 就三原色對不對 好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用RGB的話 在初始畫的時候 你就要用一個列舉叫 Imagetype.color 意思就是說我用RGB 所以窗外的每一個點 就是4個byte 分別是 alpha 然後red blue green RGB這樣 好啦 那你也可以用YUV YUV是16位元的 它是有鋼馬叫正的那個東西 那這個其實我不是很了解 我也不是處理影像 如果你有需要用到這個YUV的話 你可以用那個colorYUVroad 這個列舉的字 它會穿外來就不只RGB的字 你可以用它 但你只能用一組 你不能同時傳兩種回來 不行 因為它是同一個攝影機的資料 好啦 那怎麼抓那個資料呢 抓的方式有 大概有兩種抓法 你看下面 一種叫pooling mode 一種叫event mode pooling mode 就是我下程式的指令 你跟他講說抓一個畫面回來 他再抓一個 你要是不執行那個方法 他就不抓 OK 那這個pooling mode 就寫個 在event mode 寫個事件 寫個程式 它一有畫面 就呼叫你的事件 就呼叫你的事件 類似mouse click 或者滑鼠 click 所以一般比較常用事件模型 比較多啦 通常 比較多一點 好啦 那如果說今天我是主動去抓畫面的話 你用的方法叫做 你看上面那個 叫做get the next frame 這個方法 抓下一張畫面 那括號裡面可以帶參數 就是說你要等多久 你可以等到死 你可以說我等待抓這個畫面 我等0.5秒 比如500個minisecond這樣 那如果0.5秒 其實都沒有抓到 就產生錯誤了 或是收不到東西這樣子 OK 那你可以用 一般會等到死 反正應該都會有資料 那我還是建議你用事件會比較好 事件的話就兩個事件 一個叫做什麼 剛剛不是有run time 物件嗎 剛用出來的 它就有兩個事件 一個叫deep frame ready 就是深度的畫面回來了 一個是video frame ready 就是彩色畫面回來了 所以你可以寫著這兩個事件分別去抓 那麼在這兩個事件裡面 都會有一個參數叫做1 大內的程式的事件都是參數1 1裡面看到image frame 裡面有一個image的屬性 就是那個畫面 它是一個planar image 看程式比較清楚 你看喔 不好意思 像我初始化這個run time 我說我要彩色的影像 還有什麼深度影像 所以兩個串流都會回來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你就要跟他講說 我要用哪一種串流 哪一種解析度這些 所以你看 N1外會有video stream 你可以open 開啟彩色的什麼 影像串流 那這個是deep stream的open 開啟深度影像的串流 那在open裡面就可以指定說 你要什麼解析度跟什麼顏色這樣 所以你看以彩色串流來講 第一個 我要用的是video 要彩色影像 這個2就是緩衝區的數量 好 我用兩個緩衝區這樣 然後解析度6408很簡單 對不對 這個什麼 用argb這種格式 剛講的 好 那深度影像也一樣 你要解析度多少 用什麼各式這樣 好 所以一旦你open之後 他就開始送資料了 所以在open之前 你要先準備一個什麼 事件 來接收那個資料 所以你看前面 我們就會有事件 video frame ready 跟deep frame ready 所以當他彩色影像回來的時候 就會來執行一個負責事 就這個負責事 你就寫一個事件的負責事 那如果你很熟心嬉笑的話 就加等於按兩支tape件就會有 那剛剛說要做兩個事件的負責事 就這兩個 上面那個就是彩色影像的事件 下面就是深度影像事件 那麼剛剛提過那個畫面回來 你可以透過這個來抓 透過這個 那個image的屬性 它是一個planar image 就我剛剛講 它是一個沒有標頭那種影像格式 一個純的planar image 那在這個planar image 譬如說我把它變數叫data 在planar image物件裡面有個屬性 這個屬性叫做bits 這個bits的屬性有沒有 這個bits它是一個byte的陣列 就是那張圖的完整的byte陣列 就剛剛講640x480x4個byte的那個陣列 那比較麻煩的是 它既然不是一個真正的點證圖 或者什麼jpg圖 你要重新在畫面上就比較麻煩 對不對 所以呢你可以用幾種方式是 像這個範例 我這個image1 是wpf的那個控制項 就一張影像控制項 那source就可以填它的圖片的來源 那你可以用beamap source create去產生那張圖 那這需要做轉換 我稍微看一下 data是剛剛那個image物件 vp就是這個 寬跟高就是640x480m 那96x96是那個dpi 每一個inch有多少個dV Fighter 那這個是它的格式 看你當初開啟串流是哪一種格式 就是這個格式 所以data點寬度不就是640嗎? 好,那這邊有個data點bytes per pixel 每一個點幾個byte 乘以640不就是一列幾個byte嗎? 這主要是跟他講說 等你讀到這麼多byte就要換列額 好,那最後他就會產生一個什麼? 產生一個binmap source的return 所以看起來蠻討厭的啦 所以剛剛提過不是有一組韓式庫 叫coding for fun嗎? 可以把它簡化對不對? 所以用一個簡化方法像這樣 一樣是這個 1的emisi frame 2binmap source就搞定了 所以2binmap source實際上是一個extension method 一個擴充方法 他就是把剛剛上面那一串把它包起來 我現在是寫兩種讓你看 所以實際上你在抓彩攝影像上面那個時候 也可以用下面那種做法 懂意思啦? 我只是寫兩種讓你看一下 那另外一個是攝影器的角度 這還蠻簡單的 如果你要變更設計上下角度的話 那個run time 目前譬如說nui 它會有一個屬性叫nuicamera.elevation angle 這個elevation angle你可以震的就是水平以上 負的就是往下這樣 那我自己試好像可以震20幾吧 到負20幾 你自己玩玩看 他就會抬頭抬頭抬頭這樣 那記得上次有人問我說 如果現在把angle從0 我抬頭抬頭到最上面的話 這過程中畫面會不會掃出來 不會 他在抬頭的時候是不會送資料的 因為他很累知道嗎 所以在移動角度的時候那個攝影機是停止的 他是不會收資料之類的 一定要位置後停住 他才開始送串流 所以沒辦法說這樣 慢慢掃描 然後畫面一直回來 不行 所以如果你要 不斷的移動並且不斷收資訊 自己去買個馬達 買個布進馬達 然後再去控制就好了 那不行 他動的時候是不能收訊息的 好啦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簡單的範例 刷影像的 這個程式是一個WPF應用程式 那麼在這個Windows畫面上我放了兩個Image 左邊跟右邊各有一個 這樣看得出來嗎 這是Image物件 好待會在左邊會放彩色 右邊會放深度資料這樣子 然後這個上下就是調整那個 攝影機角度的 所以我讓你看看它的程式碼 應該就看得出來 就是 我把angle都會加4有沒有 往下的時候就減4嘛 就這樣子 OK好很簡單 好那我在初始化的時候 你可以看一下我這邊初始化 我會先秀出目前總共有幾台設備 剛剛那個count 那大概應該會是1啦 因為我只有接一台 那一開始先把這個攝影機歸零 有沒有 變成水平這樣 就是角度是0 然後我要彩色跟深度穿的 這個跟剛剛的投影片一模一樣 好 所以我在世界裡面只是把這兩張圖 秀在左右兩邊的Image 就這樣而已 好 就跟剛剛投影片的程式碼完全相同 好 等一下一台攝影機 所以你可以看到左邊就是 彩色的畫面對不對 右邊就是深度 那之所以深度畫面會長這樣怪怪的 是因為 它實際上是每一個點 比如它打了一個畫面打到我的胸口好了 這不是有個距離嗎 它把距離的那個數字 存在那個點的像素的值上面 深度的每一個點是占 兩個byte 黑嗎 所以為什麼會變灰色或黑色 這很難說 知道我意思嗎 就是 距離比較遠 應該是白的吧 比較輕應該是黑的 比較近是白的 比較遠一點會黑一點 對越遠越黑 好怪喔 那後面為什麼全部都是白的 因為那個紅外線打不了那麼遠 所以可能有個規定就是那個距離 不可以超過4公尺來多少 太遠那個紅外線到這邊就已經 各在紅外線的時候 那個會跟溫度是有差別的 太遠它就回不去 所以太遠完全看不到 太近的話也不太能住 那我看攝影機我看會往上 我看它抬頭了嗎 攝影機其實會往上抬頭 每次我看到這個攝影機在動都想到那台好像那個瓦莉 帶帶那台瓦莉 好像那個瓦莉 好很簡單 所以抓 抓畫面其實蠻容易的 真正比較難是處理那些資料 就抓回來那些畫面的資料是比較難一點的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那個深度資料 這最難的部分 我覺得所有裡面最難是這個 深度的資料是這樣 假設傳媒區是 深度大一般我們用320x200 所以 譬如說 它打到的某一個點 反射回去不是這個距離嗎 這個距離的單位會是那個 公里就是0.1公分 公里 0.1公分 OK好 是MM這樣子 好所以 它收到一個 320x2004的畫面 一個圖 實際上就是這個畫面的每一個點 代表 殼內攝影機打到那個位置的距離 這樣解決嗎 所以畫面如果說這個畫面 就是我的人跟他的距離 或我背後跟他的距離 這樣子 所以通過這方式 實際上我們可以把背後拿掉 譬如在它前面我比較近 其他都比較遠 所以我們通過程式可以說 找說 只要比較遠的 我就把它畫面拿掉 只留著比較近 所以主要是處理距離 好那 一般我建議你用320x200是應該就夠了 那剛剛提過的那個 Image物件裡面有個bit 就是一個byte的陣列 它的規矩是從 畫面的左邊 就是你們畫面看過來 左邊到右邊 然後一列一列這樣往下掃 順序這樣 好那每一個點4個 每一個點RGB OK 這是兩個byte 彩生影像是4個byte 才叫ARGB 深度只有兩個byte 深度每一個點是兩個byte 好啦那這兩個byte的格數會不太一樣 剛剛我們在初始化的時候有兩種深度的 初始化方式 一種是純深度的 一種是還包含玩家的編號 所以如果是純深度很簡單 就是你抓到一個像素 不是有兩個byte嗎 這兩個byte的值 就是什麼 它到這裡的距離 這樣 超簡單的 OK不用做深度的運算就完畢了 所以實際上就是 你把那個第0個byte 就比較低的那個byte 再加上第1個byte乘以什麼 乘以那個256 OK嗎 就變成距離就對了 好 好那如果說你當初初始化是用那個 Deep and player index 就是那個像素的紙上面除了有深度資料之外 還有玩家的號碼的話 那它的話呢就需要做一些運算 那之所以公司會這樣很簡單 我們來先跳到這裡來 看這個 下面不是一張圖嗎 0到15號的byte 0到15號的bit 就是兩個byte 比較低的那3個bit呢 是玩家的號碼 所以可以從3個0到3個1 那如果這個3個bit是0 代表 這個像素它打到的時候它不是人 至於它怎麼偵測它不是人 它是看它會不會動 然後動起來有沒有四肢 所以你拿一根桿子動它也不會認為它是人 但你拿一隻小狗動可能就當作是人 你不能太那個 所以如果說一個像素上的下面3個bit是0 代表這個地方沒有人 如果有人一定是什麼 1 2 或3 或4 或5 或6 對不對 1到7 但是在βsdk裡面那個編號就 只有1跟2 因為它只能主動追蹤兩個 其實它可以抓到6個 應該說1到6 7沒有 它可以抓到6個才對 好那前面就是深度資料 所以如果你要抓深度 它是不是要把整個資料往右邊 shift3個bit 才是真的深度資料 所以剛剛的公式應該看得懂 我把第0個byte 就右邊 往右shift3個bit 對吧 然後1號高的那個byte 然後1號高的那個byte 往左邊shift的5個 知道為什麼要左邊嗎 原本不是要往左邊shift的8個嗎 再往右3個嗎 如果搞不清楚就去修一下國中數學 就會知道這個 好 好啦那這個深度範圍距離是從85公分到4公尺 所以你也不能太近 也不能超過4公尺太遠 這樣子 好那剛剛提過如果說有些沒辦法反射的 或者說過度反射的都是會有問題的 所以萬一你收到一個距離是超遠的那就不對 好 好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怎麼樣抓距離 超級難 那到時候這個程式你們都會拿回去看喔 但是所以 我就不一行一行看我把重點讓你知道 要不然那程式還蠻多的 我這邊做了兩個 看一下喔 我做了兩個副程式 這個副程式是做什麼事呢 用來抓玩家的那個編號的 就你給他什麼 某一個深度範圍的第一個byte 給他 他把前面那5個bit遮掉 不就是編號嗎 就是人的編號嗎 那這個方法呢是讓你去算出什麼 某一個點的距離的 所以他可以傳兩個byte進來 就是一個點的資料 然後由剛剛的公式算 一個取得玩家編號 一個取得距離 好那我現在這個程式很有趣的是這樣做 你看喔 這是深度影像 深度影像來的時候 我會把這個data 就是這個影像資料 傳給一個方法 叫generate colorbyte 這是我自己寫的一個方法 我跳過去 好那這個方法做什麼事呢 用來把畫面稍微轉換一下 因為一開始我又不是那種灰灰的那種 對不對 沒有經過處理 我稍微轉換一下 怎麼轉換 就開始掃描每個點 是這樣 剛剛不是可以取得那個 距離嗎 好 當某一個點的距離 小於 10公分的話 就比較近的話 我把它設成藍色 OK嗎 好這個color frame 就將來要傳回去的 一張彩色的影像 然後呢如果是在 10公分到2公尺 就變綠色 再遠就是紅色 這樣OK嗎 好 然後呢 這個我先把它拿掉 先不要 好 好 那我現在run給你看結果 就知道 你看右邊那個地方 就不是剛剛會會的 你看我的手就好 我手如果靠近這個可內攝影機 它會是藍色的 對不對 好那慢慢靠 超過那個 遠一點就變綠色的 再遠一點 就變紅色的 有沒有 這是個無聊的示範 既然是這樣 你是不是可以把某些 某個距離之外的 有沒有 我某個距離以前把它卡掉 這很重要 到時候下一場 我們要講那個手勢的時候 手指的時候 你知道比手指嗎 那到底是 這個頭算不算手指 所以應該定好一個距離 幾公分到幾公分 這個位置手只要擺進來 就算這樣 知道意思嗎 那前後就卡掉了 這個還蠻重要的 好了 另外呢 可以辨認玩家的編號 所以我現在把剛剛註解都拿掉 這邊有個player index 剛剛只有0123456 0代表沒有人 所以如果是1號玩家 我就顏色色不一樣 就不同的人 顏色不一樣 剛剛是不是有三種顏色 現在會分辨人 讓起來 剛說我是人 黃色對不對 我跑到外面去 再進來 欸 看到沒有我是另外一個 他不知道我是誰 最後兩個人站前面的話 就會有兩個 知道嗎 要找人示範 應該不用了 要 找一個來示範 有人要示範 在這邊 我今天沒有帶電風扇 不然你可以放個電風扇 放這邊 然後擺頭 他就會當當事的人 只要會動就可以 對對對 所以他可以動到什麼 可以動到六個人 顏色就有六種不同顏色 好 再回來 好那有那個東西之後 可以做一些比較有趣的應用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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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做什麼用就是 我有一張點陣圖是長得像這樣子的 好不好 一張這個風景的圖片 這到底是哪裡 法國塞納爾對不對 好那我這個城市做什麼事呢 用來做那個背景 就去背的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我在上面對不對 其實做法還蠻容易是 他打過來是不是可以 每個像素可以看他是不是人 是人的部分 我就從彩色影像裡面把他留下來 不是人的部分 就不留那個彩色影像 就用右邊的點陣圖 原本的圖 所以就會卡一個東西在這邊 那會有點怪怪的我知道了 那 每次只要越後面越怪 因為這個機器越來越壞了 快被我弄壞掉 他已經有很大的誤差 你看那個手指上面有陰影 很像那個超級賽亞人對不對 如果用金色的時候 因為他有點偏 往上又往那邊 被我操壞了 就每次我弄他 我就會敲他 你知道嗎 他如果不怪我就敲一下 然後看他會不會變好 他已經有誤差了 這個沒有辦法 你看 沒有 你要有四肢動態 終於是人了 所以要辨認一下才會知道 所以他沒辦法弄得很準 我是建議如果說你要弄得非常準 你可能背後弄一個那個藍色的螢幕有沒有 就是一般電視不這樣拍的嗎 藍色或綠屏的時候 然後你可以配合深度再加上顏色去背 會更準一點 懂得這樣 就只要是看到懶 只要身上不要穿懶的啦 然後就把它拿掉這樣 會比較好一點 好 陳真寶就不如一個個去看他 有朋友可以自己 參考一下 好啦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那個聲音這個東西 殼內的 殼內的聲音呢 他的寫法其實 他也是串流啦 那他的做法是這樣 你看 你看這裡 把它弄大一點 首先呢 你可以設一個東西是 這裡 你可以入一個 Connect Audio Service 就是你要抓聲音的話 就是入這個物件 我入一個Connect Audio Service 叫Source Source裡面就有一個方法 叫Start 開始 這個Start會傳為一個串流 就System I.O裡面那個串流 Extreme 就是聲音的串流 那各位知道串流可以幹嘛 可以read到byte的陣列 對不對 可以re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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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好那 那這個範例子 把它的東西呢 存到一個陣列 就包括了陣列 然後把它存起來 這樣 存成一個那個聲音檔 一個WAV檔 然後它會有事件 比較有趣的是事件 你看這個Source 就是這個Connect Audio Service Source呢 它會有一個Bean Change Bean就是什麼 那個聲音的那個Bean 怎麼講 那一條 對吧 就是我發一個雷射光 那個叫Bean 雷射Bean 怎麼翻中文 就是Bean 那Bean Change 就是它的方向改變了 就會得到一個事件 從事件裡面可以抓到 它是哪個方向 就聲音從哪裡來 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看我後面有沒有聲音 你可以在事件裡面做一件事 就是這樣 剛剛那個Source 會有一個 這個 幫我打一下 有一個叫Sound Source Position 它只有水平的角度啦 它是一個精度量 一圈是2π那個精度量 Position 然後還有一個是Source 不是 麥克風陣列的什麼 Bean Angle 到那個Bean的Angle這樣 好那我這程式只把那個角度印出來給你看而已 好那我會順便把那個聲音錄下來 所以我要讓你看一下聲音錄下來的 A 看一下 應該是這個 這邊有些程式嘛 剛剛頭裡面沒有的 先讓你看一下 然後我就來弄弄看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Console程式 只是為了錄音而已 然後先讓你看錄製的 好這裡 我前面準備一個buffer 就是準備錄的那個資料這樣 那只準備4096個byte啦 就準備錄20秒這樣子 OK 那完全看你錄製的那個 資料的品質是多少 幾Hz喔 不同的Hz數算出來的資料是量子不一樣 反正就錄大概20秒左右 好那會錄到一個 Wave檔裡面這樣子 所以待會這個try只要不斷寫到buffer 你一直寫一直寫就好了 所以這邊呢 就是用剛剛那個 Audio Source 然後我這邊就不斷的把 在哪裡 啊這裡 我不斷的從Audio Stream裡面 就是那個聲音串流裡面 去讀取串流到這個buffer裡面 然後把它塞進去這樣子 OK好 那一直塞一直塞 那一直超過 等它超過那個時間範圍就會跳出來 OK 那由於它是一個跟影像一樣 是一個 純聲音的資料沒有錶頭 不像MP3會有錶頭對不對 所以你要自己做錶頭 就這邊有一個那個 Helper的方法 做錶頭的 你看一下 OK 你只要給它串流 然後跟它講資料的長度 它就幫你加錶頭 那這裡就直接拿來用就好 所以最後會存一個檔 叫做 這個 好 那剛剛提過呢 在過程中 如果說聲音的這個 Position Confidence 大於0.9 就是 聲音很明確 夠大聲 有沒有 它辨認出來的話 我就要印出 印出洋智說 聲音從哪裡來 這樣 會一個角度的那個 那個數字出來 那我先 看一下那個 Beam的Debug 待會應該會在這邊產生一個那個Web檔 我就錄在這個地方 好那我們先弄成 1920秒 喂 麥克風測試 123 聲音來源 有沒有負的比較多對不對 OK好 那個往右邊一點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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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的比較多嗎 有對不對 你看第一個數字 這是聲音的來源 OK 來源就是我對它來源嘛 它不管是B那個叫方向 好那完畢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錄出來的這個 這個檔案 這邊就有一個那個Web檔 好 好 那我先把喇叭放大 剛錄的東西 喂 麥克風測試 123 聲音來源 有沒有負的比較多對不對 OK好 還不錯嘛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錄音 它四個陣地來 那個外國陣來錄 效果比那個指向性 三千多塊 對不對 而且才三千多塊對不對 好 那這樣看起來不怎麼樣 就是它就是數字嘛 對不對 沒有什麼 摩擦感覺 所以我們用另外一個比較有趣的範例 我把那個方向印出來給你看 這是網路上的一個範例 叫 Connect Audio Position Connect Connect Audio Position 在哪裡 這個 Audio Position 先 好待會就是會畫在上面一張圖 就是Connect的圖 這樣就會比較清楚 這裡是用試劍做的 那我先放起來 再來看誰是嗎 Hello 123123 123123 我在這邊 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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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看來這裡判斷方向嘛 這很酷對不對 就差沒有馬達了 本來我一直想去買那個 網路上是有在賣那個 USB插上去 然後會有一個 飛彈底座有沒有 有玩過那個嗎 那你可以用程式扣子 可以發照片 然後會有一個 可是一台好貴 可能還貴你知道嗎 買不下手 要等那個Dame買給我 老師可以拿來裝 下次又Demo這個 對對對 我就Demo這個 那可能順便買一下 一些布巾馬達 就是你可以做起來 把它綁在一個底座上面 然後就可以這樣裝 好 那這邊是用試劍做的 所以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個試劍的內容 好 再再再再再 等一下 把主程式打開 那這邊用的是一個 做好的一個 Helbert的類別 把它包起來就對了 所以你可以直接拿來用 所以到時候他如果任何修改的話 就會跑到這個 PropertyChange的這個 事件裡面去 就這樣 好 所以我們直接到PropertyChange 裡面去看一下 PropertyChange應該是 Sorry 這個 所以這個PropertyChange呢 就是 第一個是印出剛剛講的那個角度 對吧 那個線的部分就是用那個WPU 把它畫出來就這樣 所以其實還蠻蠻蠻單純的 好 這是這一個 然後我這邊還有 最後幾個範例讓你看一看 那下一堂課我們就要談這些東西了 那個 這個還不錯 這個做得比我那個好一些 它可以換背景 這就看得更清楚那個 臭亂有沒有 就是那機器 有點問題 然後它可以換背景 還不錯 看起來蠻好的 有種賤鬼的感覺 哈哈 不曉得 OK 好可是你去看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我們現在所有的知道全部都是深度對不對 好所以有一個問題是 如果我現在要想做一個手勢 這手勢被我比 像早上不是有那個model那個嗎 比一個手勢代表關機好了 你要怎麼判斷他 我問你要怎麼判斷他 對我可以抓到這個人的 整個那個深度影像對不對 那怎樣叫做這樣子 怎樣叫做這樣 你可能要判斷那個 這個手是一隻手 外套不是手勒 然後它那個坐標有沒有 會很複雜 那其實它 一般我們這樣做 因為一個手掌在畫面上面 它的點 像素啦 點證可能 比如假設是 50乘50 一個手掌 你要判斷50乘50的點 乘起來就是 2500個點 對不對 你知道嗎 那效率就會很差 所以一般會做一個動作 叫做greed 就是網格化 就是把 靠近的幾個點 變成一個正方形的格子 有看過一睛螢幕嗎 近一點看的時候 一個一個正方形 所以變成我的手掌 如果網格化之後呢 我每隻手指上面 可能只有六個點 每個點就是一個 大大的正方形 懂我意思嗎 這樣判斷上會比較方便 OK 那這樣還是要自己做啦 所以肯內它有 有幫你做出這個什麼 這個股價的東西 這是下一節我們要玩的 所以它就可以玩一些 像這個東西 當掉了 不會吧 沒當掉 但你會發覺一件事情 我初學好像比它反應快 它只有3000塊 你要怎樣嘛 所以我們在下一節跟你講 實際上它可以透過一些調整 我們可以預測它的動作 可以做prediction 然後做prediction的話 就會比較順一點 那也不見得 因為如果突然縮回來的時候 它拳頭會出去這樣回來 所以它可以做 所以很明顯 你看像這個就要抓到 手掌跟頭的位置 如果你自己去判斷會吐血 你知道嗎 所以下一節我們要談一個東西 就是股價就比較不會那麼麻煩 就比較簡單一點 然後 這個你們早上可能有看過 但是讓你看一下 下午就不會看這個範例了 下午沒有別的範例 那只要你有股價之後呢 進一步就可以做這種事情 這是SDK的範例 你可以直接拿來玩 早上有玩過這個嗎 我看一下 Yellow 不好意思 我沒有裝speech API 不然 你剛剛講Yellow有沒有 所有的那個形狀變黃色的 你就跟他講Giant有沒有 都變大猩猩大圓圈大大聲大聲 我知道那個人很醜 到時候那種3D怎麼說 好 好吧那這一節我講比較快 我先休息20分鐘 好不好 下一節我花比較多時間講那個 苦叫的資訊 好這位學員稍等一下 就是 我們休息到 三點整好不好 三點整 因為我們中場休息 讓大家有多一點時間 然後還沒有加入